工作两年半,在职申请研究生,录取顶尖商学院MBA 同学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在职申请人申请的案例 这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 这个学生呢,他是在美国一个文理学院排名前20的一个文理学院读本科 本科是经济与心理学双专业 然后呢,本科的成绩GPA是3.75,就是这是他的教育背景 然后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打开的他的GRE的成绩单 他的GRE成绩就是157加166加4.5 这他的标划成绩 然后呢,他呢,是申请的时候在职 然后在我们提交申请的时候呢,是有两年半左右的全职工作经验 就是本科毕业之后的两年半左右全职工作经验 OK,然后呢,我们申请了一些MBA 也申请了一些硕士项目 那目前呢,他的录取情况呢,给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录取呢,是在3月2号拿到的 约翰霍普金事大学商学院开的商业分析硕士 这个是我们用来保底的一个硕士项目 就是他主要还是顶尖的MBA 是主要目标 那主要希望冲这些项目来 OK,这是我们一个保底的 就是对于未来如果说想继续在咨询行业 或转入其他的进行服务机构 来去职业转型 或增加自己的职业 就是往上跳一度 这个角度考虑 所以他是选了就是商业分析项目 作为自己的硕士保底 OK 然后呢,最近的一个录取呢 是在3月16号拿到的 康奈亚大学纽约校区的 康奈亚泰克下面的一个MBA项目 这也是康奈亚商学院的 它跟本部商学院的MBA是一样的 这个项目呢,是一年 然后呢,就是TECMBA 技术MBA 这个是在3月16号拿到录取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录取 顶尖商学院的MBA 录取的学生 无一不是特别优秀的申请人 那各种背景 综合水平 面试水平等等 无一不是很优秀的 那顶尖MBA的申请难度 也是非常有挑战性的 像美国的S16 也就是前16商学院的申请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么这些顶尖商学院呢 实际上 如果有 如果有申请MBA 或想申请MBA的学生 如果有去做过研究 可能会发现 他们录取的学生 平均的全职工作经验 会在4到5年 4点几年 5年 这个时间范围 就是全职工作经验 录取的学生里面 平均中位值4到5年 所以 但是呢 他并不会去设定 最低的工作连线 那通常来讲呢 就是工作一年到 就是5年之内的 包括工作5年以上 7、8年 更久的 都是有这样的 申请能读MBA的 然后呢 我一般的建议就是 应届本科生 如果说你的职业经历 不够丰富呢 那MBA通常 对于你来讲 不是一个最优解 但MBA听过我之前的 介绍或分析的 学生可能会知道 MBA是有两类的 美国的MBA 我说的是针对 国际生是有两类的 一类呢 就是传统MBA 就以我这个学生 今年录取的 这个项目为例 康奈亚的这个MBA为例 传统MBA 他能录取的 学生平均工作经验 通常就会很久 他是非常看重 全职职业经历的 另外一类MBA呢 很少 就像斯坦福商学院呀 芝加哥大学 布什商学院呀 包括像 宾夕法尼亚大学 沃顿商学院 哈佛大学商学院 哥大商学院 麻省理工商学院 为代表呢 他们有一类 专门针对 应接的 毕业生 开设的MBA项目 就是呢 延期入学 一份入学的 就是你先申请 然后呢 我如果录取了你 你不是说 紧接着秋季 就来我这里开学入读 而是呢 先去工作一段时间 然后再入读 它是这种情况 因为MBA本身来讲呢 它的整个教育 会包含案例教学 对吧 它会包含很多 这种内容 这个呢 是需要你有职业经历 你有相应的一些 职业经历 尤其最好 你要有管理经验 无论是项目管理经验 还是一个团队管理经验啊 这种情况下 你才能更好的去理解 和参与 这些课程的 学习和讨论 这个课程的 学习讨论 你才能有贡献 它也才能更好的 给你提供帮助 给你作用于你 所以呢 我一般的建议 就是说呢 应届生呢 那MBA通常 不一定是你的最优解 但我说通常 因为少数例外 我前面提到的 哈佛商学院 包括像 各大商学院代表的 它的第二类 这种 Defere入学的 延期入学的MBA项目 这种是针对 应届生的 这种呢 你无论是一个 本科应届生 还是硕士应届生 通常呢 都是可以申请的 它专门针对这些学生 但是你还是要补工作经验的 那这种项目 它的难度是极大的 极大的 录取的都是 最为优秀的申请人 OK 包括像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 它也有一个 行制学者项目 这个开了很多年了 也是一个 这种项目之后 它的设置跟哈佛 跟MIT 是不一样的 它是先入读一年 中间你再去工作一年 然后再回来 完成最后一年学业 这种情况 对 这是MBA的情况 就是呢 更适合 普通的传统MBA 它会更适合呢 有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而且它会很看重 你的职业经历 好吧 OK 我相信现在 想要申请MBA的人呢 也一定会越来越多的 那MBA对于 就是有职业经历的人来讲 它是一个很好的帮助你去 实现职业转型 或完成突破职业瓶颈的 一个手段 所以你如果碰到职业瓶颈了 或想要转行 想要去 或者说 你想要去拓展某一个特定领域 或区域的一些人脉 那MBA 特定的MBA 都是你很好的选择 OK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会想要去拓展某一个特定领域 我会想要去拓展某一个特定领域